我认学院上十一年级 今天我演讲题目是我最难忘的一件事 去年秋天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看到杜克大学的中文剧团在招监制演员 我是出唇读读不怕 想也没想就报名参加了世界 我琢磨着 我又爱中文又想尝试尝试表演 这可是一个天才难逢的好机会啊 如果被选上那可是一举两的 我既可以练中文又可以练演戏 等到视野那一天 我看到周围陪队的人 基本上都是中国长相的大学生 我这才突然感到一些心虚 出意料的是一个星期后 我收到了剧团的通知书 就这样我成为剧团最小的外国演员 周中的时候 我们自己背台词 因为我才学了五年的中文 读起台词来 所以读起台词来很吃力 哥们别提 小人背下来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 每次看到一页页的台词 上面写满了密密码码的中文字 我都会感到一些后悔 后悔当初没好好想想 就冲动的加入了剧团 但是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了 与其后悔 还不如鼓起勇气面对困难 这之后 我每天花上至少一个小时 专攻台词 如果碰到不认识这 那我就在网上查 如果查不到 我就会问我的中文老师 我还在我们剧组里的微信群 寻求帮助 中国排练的时候 我也不放过任何机会 我继续向剧组里的朋友求教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预定的时间里 我把台词背的滚瓜烂熟 和剧团成功的上演一部中国话剧 这就是我最难忘的一件事 通过这次经历 我才明白什么是 世上无难是 只怕有心人的道理 谢谢 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节日 但是中国最最最最重要的节日 就是过春年这个节日 人们这时候人们喜欢贴队联 或者放鞭炮 放鞭炮就是为了把这个年怪吓跑 因为年以前是喜欢吃农村的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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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是说 剧场上的剧场 剧场上的剧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